主要一拿内气晕,就拿那米三目工问题那么稍微晕一点,这人这个腰和脊柱就都换住了 管住以后,你手不用动,你要想让他,你就拿着这种,这种获花上,拿你的意念,你的训练的那个东西,这么一来,这人就想一边走 所以我们是首先,把他的这个中心控制词 这是发,还有一种发,就是我们必须使他的发的时候,千万注意,任何时候手都不要适应 手跟上,拿这个意念送的手上去,送的手上就够了,但是必须注意,你的意思要通过他的手,倒他的肘 不是例子大家听不懂,他就不一样了,他第一个脚上静很大,而且实际他这时候,你再大下来,他想想退下火 都别,我们串通他的关节 他把手,他把手很松软的,提上来了,那么就通过了手,到他肩 这人他,你发出来,他就记忆省事,都显得清明 我先买这个,一连送的,你看看,他要求一手,手指,然后你看,我写了一桌 主播门门门门门,就是你听手上,实际没什么动作 我带带你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不是手,先当 而且我们的打呢,大家看啊,我现在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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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手发电 我要往黑的时候,你看,他就这样,看,你看他,他身上能走 但是我要把他手跟他这样连上,你看,哎,哎,哎,这发电,你,你要清得多 发电话,守护着,他,你这么,你一定往前运送,或者把你的内涕往前运送,内涕 他本身他就,他就,他就设,设子的,他手把松,松在这儿了,这手要,他就尖了 就是你后边,必须在他身上游,游两点,你再发起来,他就,你用着你 一个手把,大家看,我拿这个,找在那间 所以大家注意,发的时候,注意,最简单的,就是手找的时候 你看,他这人搭起来,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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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我们这个,你看我搁这儿,我也不用,不用,不用使力 不这么大家看,你看,特别轻松,你看 先问着张李咧 所以我们瞅着 我们叫做最好打的三一零五 就是手将来跟那皮肤蹭一点 大家看 打的时候你要打个手,你看,他活的,他得看,我本来打手,他这样活,他就,所以我们那个发现的,要是手奔得走,走不去,让他自个儿的手跟走合,所以你用不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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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的时候, 打的时候最好,就是,越战役灵符,擦拭肉皮,还越久而难受, 哎,我这手擦拭的肉皮呢, 他就,就这样发去,我哪发,你想往哪发,我哪发,发去,我看,大家会练一练,要了通通的手,你想,把他手捅在他肘上,他就发出这力量,不要拿手,就往身上,往哪,他要会松,他往上一拳,你那些没了,他往不拳,你拿手还找他手, 这个是大拳,你看,我一下他发的,你看,他往往拳,我不理他,我还找他,他拳那一拳,他就拳不了了,这时候你还是通过他,找过大拳,他比较容易,这是一种发现,还有一种发现,就是我给,以前给大家讲的三角力, 这,这,这以须三角为主,大家看,我给大家说一很简单的三点,你看,这儿一个变,这儿一个变,不问,拿着肘翻,就翻了肘,你看,你看,实际上我这手没动,来来看,你看,手没动, 这就是三角 我现在想拿着这个打的这块 大家来看 是他自个儿的力 三角力 你摆那戏子 用他的力打他自个儿筋 这是三角力 你看这不是整一个分角吗 手放着不动 你看我发力是手很少动 我现在用他的这个力弊 打他这个胯 或者打他那个后脚 后脚就会死伤 这也是发力 很净 我这时候一打他 你摔那儿去 你看 发力是 轻的时候他不好画 你摆手放 放心 你看这不好画 可是我们发一样 你看 一样 所以大伙发力是4.1 我们发力就是摘一力了 这个手指要哪怕 摘到他一个大拇歌 他就听我们的了 你把一个大拇歌立起来 你看 这要是什么 你放手听 因为他不是这儿的一个人 我们内器送上去了 你看 我给内器送 送这点 你看 他就变成这样 我给内器拉过去 他就送不去 所以我们发力可以用很清零的电子 我们在外面看人家推手 你要看俩人就这么叫起来 拼拼说这人 你练的是外面的 体操式的 他根本跟 跟那个里的一点关于没有 有的人你不管他 我常我看见过那个老前辈 有时候就会打 挂他一个 我就知道他没练的 你只要练过 哪怕练过练过一个 稍微练过一个阶段 他就不会 这个人他最怕的 你只有占一灵谱 他说最怕 你说按着你没按着你 可稍微按着你呢 他稍微占着你的皮肤 这么这么一动 你就感觉 对你威胁反而很大 但是占一灵谱 只有在你练好了内功力 他才起坐 我手放在不动 我拿内器带着手 手手手走 实际就把他站起来 大家看 说武术啊 你一直看不见我 我的胳膊有这个动作 没有 看 我俩掉了 说武术啊 你要注意身外之六球 这就是武术家要治的 哪六球啊 一般武术家 你给你剪完了 他不告诉你 有的根本不知道 他是摆这个 这个说法 你让他用 他用不来了 哪六球 就是上面两个眼球 中间两个腰子 下面男男是两个狗丸 女是两个乳房 你摆这个直了以后 你就用这个动作 要送着手往前去 实际你这个一动 就是一个整体 这个大半一般人 你不知道 你把这个明白了以后 它是个整体 你就是不会练什么 你注意身外之六球 你出了一件也跟旁人件不一样 怎么 怎么进 假如说 对方来 来手了 我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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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使身外之六球 是越往下 这个进来的越长 假如对方 我手 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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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 他手 把我手在投了 他要 他要打我这个球 我把意思 把这个自己的搞完 跟自个儿戈腹 任何劲 就是一合 合在这儿 你这想着合着就可以了 然后你想拿搞完我手上退 这人家就出去了 他抓着你这儿 你使这点跟你资本搞完合上了 你想把搞完拉滚拉滚手上来 这人就就给脾气了 女士 女士 你这么看他只要从来才碰你 你想拿乳房从这儿往前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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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着这儿这同色乳房移藏这个人就发生了 为什么用你整体的过程 它代表你整体的 我们现在用内功那就比那个要快 但是大家要知的这个东西 但是大家要知的这个东西 我们下面做一个眼神 大家看 大家看一看 随便 我手 我手跟那儿搁着 他跟那儿搁着 这么俗着 我把我短暗意思想搁在这儿 然后搁着 你没听看着我手动 拿着才好呢 他跟那儿搁着 我现在没短暗 先跟手搁着 然后你看 把短暗突破你打 就给他逼着去了 这个 这个 特别 特别干嘛 他把手 手 手不动 我现在不是 你现在拿你这儿搁着 你跟这儿搁着 搁着 然后往前送 拿搁完送 手不动 你这手 手还有 还收了有点多 手不动 待会上一位女同志 这个这个比较比较简单 你体会一下 哪位女同志 你都不上我 这 你都不上我 这 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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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着 是吧 你现在拿 拿你的这个椅子 拿乳房跟这儿 跟这儿合着 然后往前往前 往前 手 合着 哈哈哈 哈哈哈 你能 能声音 抬我抬我抬我 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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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整筋呢 我手 我手这么抓着你 你拿乳房 跟你手 合着 然后先不要动 不要动 现在不要动 你就跟人家想着跟他合着就够了 然后我从这儿被女同志拉 拉他 拉他 哈哈哈 你看 你看他 我跟他复过手 还带来这儿的 你看 我从这儿被人家想着 我从这儿被人家想着 然后来 我 是不是 你现在 我不是这样 我现在先手 合着 来 是不是 他这个椅子 特别 特别大 所以我们要 要知道 虽然是传统的 估计老先輩他不说 但是实际就这么回事 你看他 他想往往这儿一搁 他往前一送 其实他怎么这么一动 你这儿就有 不是 来一股心 怎么办 光你给你打 所以我们就把它在开始的时候 每天在练拳论之前 就热得预备动作 就训练了 训练了 这还有一个好处 如果你训练这个脊柱神经的时候 你能够调整这个大脑 能够调整大脑神经 训练起来还简单 我们这根脊柱 训练的时候就是 就让这个脊柱 让他往前弯 弯到极度 然后我们再往直了 再往后弯 再弯到极度 这算一次 三十四 我们一般开始就做三十六次 然后开始打拳 我现在先给大家介绍 这个训练方法 这个方法有好处 有一些 腰椎键盘有问题的 你通过这个训练 逐渐的他就能够恢复 他有好处的 还有一个有几倍有问题的 特别是老年人 你每天做的这个 他不至于老了 不至于萝卜去了 原因是你每天做这个训练 所以这就是一个好处 做起来简单 一学就会 我给大家示范做一个 做的 做的时候 两个脚 还是平行的 和肩一边宽 和肩同窗 坐的时候两个手 转到这个 两臂前面来 然后唱中 随时下蹲 随时下蹲 这个手啊 手掌过了膝盖的时候 低头 然后站直了 挺胸 羊头 这个算是一次 第一次 低头为什么 低头羊头 就调整这个颈 颈部 我发现现在 发现有好多这个人呢 不太老 刚五六十岁 就发现 这个颈部 就有毛病 有毛病 有毛病以后 他最大的问题 现在就发现 他不是压了颈松 就压了这个胳膊 压了壁树神 因为这个两大狗 我们这里有搞一的 特别清楚 这个 脖子这儿 七块骨子 有八段神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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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给按摩,你怎么按摩他也不进去,他是这样压过来 我们每天做的这个,你这个就比较好 而且你还能够调整一下这个大脑 因为你这个,这个他一直冲上去嘛 我们等于从颈椎上开始一直到预处这 每天做的他,他一直就摆在大脑,对大脑也比较好 注意,有一个,注意,你从侧面看啊 这个必须是围的骨,这么垂直下来 不能够撅屁股,你绝屁股,你锻炼,你锻炼,你锻炼几度呢 你一撅屁股,你看垂直下来,围的骨收着 到这时候你看,低头,围起锤把开 抬头,挺胸,羊头,各位人不要实力,就锻炼这个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